赵雅芝高铁站被偶遇,穿几十元祈求开山显销售,景文明显暴露年龄。 9月6日,有网友晒出在高铁站休息室与赵雅芝的合照,称因航班取消,在休息室偶遇了童年女神白娘子,言语之间难掩激动。 合照中赵雅芝戴着墨镜和口罩,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,即使如此,看整个人的气质依然能够认出他是谁。 除此以外,赵雅芝身上穿的开山甚至还祈求了,穿着单衣的他身形有些销售,整个人很是低调朴素。 值得一提的是,赵雅芝身上的衣服也十分平价,只要几十来块,可见赵雅芝在日常生活中还是非常节俭的。 有网友疑惑,为什么赵雅芝合照却不愿意摘下口罩墨镜,这样的合照貌似也没什么意义。 不过也有网友表示,即使是明星和任合影也不是什么应尽的义务,赵雅芝能够跟任合影已经很亲和了,或许他当天没有化妆所以不想让人看到素颜的模样。 还有网友称,不看脖子和手,睡赵雅芝20岁他读信。 照片中,赵雅芝的颈纹还是十分明显的,手部也是皱巴巴的,手背上的皮肤枯瘦得像是老树皮,手上的青筋则像是树皮上的纹理。 在这些细节的地方,赵雅芝还是暴露了年龄。 其实今年赵雅芝已有69岁了,许多人称他为不老女神,无论是从长相姿态还是对生活的态度上,赵雅芝好像一直都不会老。